我真的是很怕电影会被小荫幕取代 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张爱佳 跟我来来听我 恭喜张姐 张爱佳是华语影坛最具指标性的人物之一 从70年代开始 每个时期都有代表作 至今已提名20次金马奖 这是她睽違36年后拿下的第三座金马影后 其实《灯花蓝珊》这部戏 是一个香港的女导演的首部剧情片 我非常喜欢这个题材 霓虹灯曾经是香港最灿烂最灿烂的一个标志 可是它被LED取代了 我心中感到很感叹 我真的是很怕电影会被小荫幕取代 我希望电影永远永远地存在 我很想把这个奖献给我妈妈 我的母亲95岁了 她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个做演员的梦 可是当时的环境真的是不允许 所以她把这份工作就留给了我 我非常地感谢她 我谢谢评审委员 谢谢金马奖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我一个人走在酒店的马路上 我接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的祝福 我也说 我突然间感觉到说如果我不得奖的话 好对不起大家 可是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真的是随缘 因为我一直都感觉就说做演员的本分就是把戏演好 得不得奖真的有的时候是运气 我相信其他的几个演员都是非常棒的演员 那么我也是非常感谢金马奖能够在我 在我此刻 在我这个年纪 给了我一个新的鼓励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张姐 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在台湾还没有上映 你可以跟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在灯火蓝山里面你饰演的这个角色 而且其实你还为了演这个角色 去做了一些这个工艺上的训练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吗 好 因为其实年红灯真的是一个 在它消失以后 我才去认识它的一个工业 那这个工业不止它只是一个工业 是个职业 它是一门艺术 因为这种艺术就是跟你看到吹玻璃是一样的 可是它的难度可能更高 因为它要吹出各种各种的招牌的不同的形象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很简单 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当我们要去学 我也很清楚 不可能是在简简单单的 是几天之内 或者是甚至于是一个月之内就会学会 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去学 所以我们那时候碰到的师傅 是我们真的是香港仅存的几个师傅里面的 一位师傅 他非常地耐心地教我跟另外周翰宁 就是戏里面的一个男主角 那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地发掘 那个时候才真正地觉得很敬佩这些老师傅们 因为这些老师傅们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就是艺术家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慨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当你真的看到一个东西消失以后 你才知道他真正他的珍贵在哪里 所以这部戏其实真的是对我来讲 其实感到就是要珍惜我们现在当下拥有的东西 那中姐这次又是跟新导演合作了 其实您其实您不能说您提拔了很多新导演 您帮助了很多新导演 您参与了很多新导演的作品 可以跟我聊聊这一块吗 跟新导演合作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动力 其实跟新导演合作已经不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因为我已经很久以来都常常跟新导演合作 因为我常常很喜欢跟新导演合作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很怕我自己变成一个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为演戏 然后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有时候跟新导演演戏 他们就是因为出生他们会觉得他们会要求 这个要求那个可能是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跟新的导演 可是我永远都跟他们说 我说我们任何的沟通都是在拍戏之前 就是我们一定会看剧本 我们聊剧本 我们聊角色 聊所有的东西 我说到了现场的时候 你就是导演 我就是来服务你的演员 所以每一次跟新导演合作完以后 我们都会变成很好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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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